7月28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4銀5銅總共22面獎牌名列榜首 中國以12銀6銀9銅總共27面獎牌名列第二 美國以11銀11銀9銅總共31面獎牌排第三 而加拿大就取得2銀3銀4銅的成績 列治文潑咖啡兼罵華人種族案 今日下午再次聆訊 男被告一人現身拒絕應罪 據悉將會在9月再次聆訊 而二十多位華人再次在法院外舉牌正站 對案件表示關注 不過舉牌的群眾忽然遭到不明身份的女子 辱罵閘機器 一位採訪潑咖啡案的記者 聽聞有騷動要拍攝的時候 也都被這名女子抓傷手臂 潑咖啡案的被告踏出法庭的時候 不再躲避記者 突然與示威人士發生爭吵 現場比較混亂 等警察來到的時候 逮捕了襲擊他人的女子 警察也與受傷的記者說 必須去醫院注射破傷風和狂犬症的疫苗 挺肯定其這CO 4可 八個兒 是不進行軍人們 也是裡面廣告的 不對 extrapol 我們知道嗎 ijec衛生廳今天繼續公布最新的新冠疫情數據 本省新增185宗確診病例,累計149,444人確診 在今天的新增個案當中,有113人居於內陸衛生區 35人居於飛沙衛生區,26人居於溫哥華原岸衛生區 省內目前仍有909宗活躍個案,內陸地區佔了503宗 當中47人住院,包括20名患者在心致治療部留醫 省內還有3人疫亡,累計人數增加至1,771人 而至今有146,756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而本省至今以為80.9%的12歲以上省民接種過疫苗 而有63.2%已經完成兩針疫苗的接種 鑑於本省內陸地區近日的確診個案攀升 內陸衛生局今日宣布奧肯拿根中部爆發疫情 衛生當局將加緊當地的防疫社交限制 包括在今日午夜開始重啟強制口罩令 省首席衛生官亨利今日指出 奧肯拿根中部近日新增的個案 大多都是年輕民眾,特別集中在基隆拿區域 因為他們屬於最後接種疫苗的群體 所以衛生部門決定將該地區兩針疫苗相隔的接種時間 由日前公佈的7個星期速短至4個星期,即是28天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亞省的確診病例增加至233,875宗 安省549,576宗 灰省376,901宗 全國的確診總和 大1428,296宗 疫苗數方面 亞省至今有2,325人死於疫症 安省9321人 灰省1萬1,240人 全國的疫苗數大26,563人 副總理方惠蘭今天在溫哥華華埠宣布 聯邦政府將會撥款4,580萬 支持58 West Hastings 社會住宅興建計劃 方惠蘭說 聯邦對於社會住宅的投資 將會幫助緩和房屋難以負擔的問題 這個計劃同時得到三級政府的幫助 說明各級政府都有心解決問題 省政府也會對計劃提供3,360萬的經費 省府每年還會提供營運費用的補助 溫市府同意租地99年 這個計劃並且是全溫規模最大的 社會住宅計劃 將會興建231個社會住宅單位 政府撥款記者會在58 West Hastings 計劃地點舉行 除了副總理和財政部長方惠蘭 省律政廳長兼房屋廳長尹大衛 溫哥華市長金乃迪 聯邦自由黨國會議員費海迪 聯邦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偉晶等政要 都有到場 58 West Hastings 社會住宅計劃 是由溫哥華華埠基金會推動 基金會為計劃向社區籌款3,000萬元 溫哥華華埠基金會主席黎佩珍 在記者會上感謝所有推動計劃實現的每個人 其中包括已經過世的李佩珍父親李亮漢 李佩珍提到父親的時候一道謹煙 他感謝父親不申致力推動華埠的發展 顧名思義這個計劃是位於溫市中心東區的西喜市定街58號 將會興建支持房屋及可負擔房屋 幫助無家可歸和低收入家庭運到安身之處 這個計劃包括興建面積高達48,500呎的整合健康中心 將會由溫哥華沿岸衛生局負責營運 卓能聽力中心由李智蓮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現在的坐天氣還有超級優惠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d Sound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卑斯省府今天公佈結證海岸結證海洋計劃的成果 這個由省府撥款資助 並由本地小船旅遊經營者負責的海洋垃圾清理計劃 在今年由本省岸邊清理合共425噸的法寶膠 膠瓶 漁網 承索 以及棄置的船隻和輪胎等的海洋垃圾 而這些被收集到的海洋垃圾 將被運到環保組織Ocean Legacy Foundation 新設在列治民Steveston 今天正式開始營運的加工廠 這些垃圾將經過分類和特別處理 盡可能被轉化為可以重新製成塑膠製品的膠粒 省環境廳長賀佐智今天表示 這類設施在本省潔淨海岸的計劃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個設施和其他人喜歡 會有這麼重要的一項努力 在幫助我們的海洋和海洋垃圾清理 並提供一個地方 讓其他工廠和其他工廠 去清潔、去補充、去用 是很重要的 而最後也會提出人民的確認識 我們需要切斷的脹袋 在第一場需要 願意為原住民提供免費服務 恢復原住民原本盛名的 華裔移民律師陶維 接受明報專訪 他說現在大概已經有6位原住民客戶 會找他幫忙 而在加拿大 大概有15名律師 多名移民顧問組成的義工團隊 在不同的省份幫助原住民恢復本名 他說聯邦政府的政策提供6年的時間 陶維會在這6年時間 幫原住民找回他們自己的性命 計劃在每個星期五抽出時間 專門處理原住民性命的申請 陶維在訪問時特別提到 中國人說我們有時候會有很多沒學過這個歷史 或者畢竟在移民過程 或者從我們家裡人 或者從學校都沒學過 原住民的歷史 原住民的存在的困難 這個為什麼我們在這情況下 所以很容易就是在普通的生活上 看著一些不好的 或者一些就是會有點這種 判斷的 我就推薦我們的當地華人 就是多花點時間了解一下真正的情況 也可以找方式來把你自己的以前的想法 或者以前的人覺得可以改變的東西 每個人都做他們自己的一點 我們可以改變加拿大的這個完全社會 因為我們加拿大本來就是原住民的社會 我覺得這個是個很重要的點 我們必須多做我們的part 代表加拿大出征奧運的 本拿比華裔羽毛球選手 蔡遠亭 在離開日本之前發表感謝宣言 她表示 能夠在奧運上代表加拿大出賽 自己的夢想已經成真 說這件事是她無法獨自一人實現 衷心感謝每一位曾經被她幫助的人 她特別明謝雙打拍檔 韓德里克 和自己家人的支持 蔡遠亭說自己9月會回到學校上學 她說參加東京奧運 一直是她的最終目標 雖然不知道自己的羽毛球運動員生涯 之後會怎樣 不過她知道可以有做得更好的地方 希望這樣不會是結束 蔡遠亭的雙打拍檔 韓德里克也發文感謝大家的支持 雖然對未能進新決賽表示遺憾 但是說這是一個最不可思議的經歷 同時她也感謝日本在面臨 巨大挑戰之下舉辦這場奧運會 另外 有人也拍到在東京奧運 女子白米蝶泳項目 勇奪金牌的加拿大華裔女飛魚 麥克尼爾 拿到金牌之後的開心照片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還要準時收看我們五三零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 明豹Dair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 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 聯邦政府放寬已經完全接種兩劑疫苗的 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入境措施後 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的人流 明顯增加 不少人坐牢這麼多個月 現在都好像放牢那樣 趕快要出國 多了人出入 自然就迫爆機場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員工 現在都還未採取工業行動 都已經是這樣 萬一員工開始有什麼行動 情況就更難想像 有網民在社交媒體上上載了一些片段 顯示上個星期 機場海關大排人龍 排隊接受新官測試 輪候的時間不僅長 有些人更因為花太多時間排隊 而坐過航機 而且由於人太多 基本上都是人貼人 根本就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負責機場運作的大多人多機場管理局就表示 最近機場真的相當繁忙 在政府推出的新旅遊措施下 出入境旅客過境的時間可能更加長 呼籲旅客要預留時間更早到達機場 管理局又說 機場這麼吵架 可能與很多旅客 已經有超過一年 未曾坐飛機外游有關 所以不知道機場現在的過境措施 和疫情前很不同 例如多了健康檢查 新冠檢測等 當局已經透過廣播 標誌等措施 疏導人流 確保旅客保持社交距離 機場現在都這麼亂 加拿大還有不夠兩個星期 就會放寬措施 容許打齊兩針的美國遊客入境 而不需要隔離、介紹 肯定眾多人 多人多首席醫療官德維拉醫生 今天被問到 今年秋季市民在公眾室內場所 應不應該戴口罩 他回答 多市相關的苦力仍然生效 值以降低印度Delta變種病毒 帶來的傳染 他又表示 除了接種疫苗之外 市民應該考慮配套的保護措施 這些措施包含了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和做好個人防疫措施 他解釋 這些配套措施可以發揮作用 因為市民並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已經接種疫苗 他又說 市內仍然有35萬人未接種第二劑疫苗 無論是擔心苦作用 或者是忘記了預約 都應該加快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 對於疫苗證明 他說聯邦政府正是和各省商討 一個提供給國際旅客 有效的疫苗認證方法 他相信對於國際旅客來說 這件事是需要的 溫哥華明天29號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早上陽光普照 氣溫最高26度 濕熱指數達到31度 紫外線指數是8 強度屬於甚高 晚間天清最低只有16度 一名51歲的男子 去年4月 匿名寄信給當時警部署長鄧炳強 聲稱土製炸彈放置在港九新界某個地方 而且他還單挑重案組警司李桂華 他說 給他兩天時間找出炸彈 還說 找不到的話 遙控器在我手 一按鍵 你們這些黑警就玩靠警員 這個男子今天在區域法院承認一項炸彈嚇炸行為罪 判監22個月 辯方求證的時候說 被告是為了發洩情緒才寫這封信 是屬於惡作劇 他後天的智力缺損 影響了他的自製能力 再加上他懷壓的時候 開始有聽覺上的問題 他也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 或者對公眾秩序造成實際影響 法官李慶年判刑的時候就說 被告不是智力有問題 而是智慧有問題 他不同意被告是隨機犯案 認為他是經過深思熟慮 將想法付諸實行 他買郵票和寄出信件 是有相當的表達能力 還可以寫口語和粗口 法官說 被告是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 是一個成功的徐師 他有兩個子女 不能夠用惡作劇來淡化他的行為 根據案情指出 在2020年4月21日下午 被告黃少明 在新聞裏知道 警方接到白色粉末威脅 他後來喝了一罐啤酒 就喝醉了 加上對當時社會動亂不滿 就上到寫信警告警方 他在一個女兒的練習簿裏 撕下了一頁 寫了涉案的信件 信裏說 在全香港放置了38個炸彈 在信裏說 我見你們那群O記黑警 有一個叫李桂華 他很把拋 很得戚 和很交叉 那叫他派黑警和防暴狗 去找出來 給他們兩天找 被告在蘇屋郵政局 用八達通購買郵費標籤 寄出信件 並且戴上手套 避免留下指紋 被告被他住所大廈 和郵政局閉路電視拍下 最後被捕 他在警戒下承認案情 香港羽毛球隊一哥 吳家朗休息幾天後 今天換上600新戰衣 在奧運南丹斯組 轉戰危地馬拉路障 但表現大跌亡 以直落兩局敗陣 他承認未能完全擺脫 波三風波的影響 但他表現出大將風範 他絕將波三事件 作為這次落敗的原因 他說他會繼續以2024年 巴黎奧運為目標 現在他需要首先檢討這次賽事得失 之後希望透過公開賽 重拾信心 他說 希望有大型體育賽事的時候 公眾可以留意運動員的表現 少些留意運動員場外的事 他也多謝香港人的支持 他說在這段時間裡 他收到很多鼓勵的信息 向他講加油 而波三事件的始作俑者 民建聯成員 教聯會副主席穆家俊 在吳家朗比賽的期間 在他的YouTube頻道 就事件發表聲明道歉 他說 在Facebook發表的評論 語氣是有點過重 在這裏他表示協議 穆家俊出貼止協的時候 吳家朗正是比賽 可惜表現失準 意外落敗 入不到16強 穆家俊在聲明裡說 我今天很高興看到香港羽毛球隊 袍甲鮮明 穿著有香港特區標誌的運動衣 在奧運場上出戰 他說 早前的言論引起了各方不同的迴響 但是他無意影響香港羽毛球隊的備戰 所以留到今天才作出回應 他聲稱當日是一時情設 在Facebook發表的評論語氣是有點過重 所以他表示協議 一個人的一時情設 結果就令到一個運動員要再等三年 1 2 3 請到位 好 好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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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問完 閃避頭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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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 謝謝 兩個教練都說 導師 要對著鏡頭說 兩個教練要對著鏡頭說 教我們做戲 你們是敵對還是一起 我們沒有敵對一起 我們是互相 怎麼說呢 在不同的時段 有不同的身份 正常競爭對象 正常競爭對象 都是良性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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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部戲 導演都是想寫一個很熱血 很例子的一班年輕人 其實我都接了這部戲 我都覺得是的 因為年輕人 其實有目標和沒有目標 那些年輕人 真的差很遠 不是說人生的 其實閃避球 我不是說太多了 其實是說一個人生 可以實講的 面對一些事情 你們選擇 閃避說明是閃避 但其實那個真體 是不應該閃避的 還有這部戲 有個挺有趣的劇本的設計 就是 上一代和下一代 溝通不了 他就想寫一個劇本 怎樣大家可以去 混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你見到這麼年輕 或者見到我們就出現了 你們想 今次做大毛哥 對著回妹妹 就是 溝不溝通 我覺得可以嘗試 可以嘗試 嘗試溝通 不是 的確是有代溝的 有代溝 的確有 但是代溝不是死症 不要絕症 因為 我們以前都會笑上一代的 笑語場面的人 怎麼敢拍戲 有什麼代溝 有自己懷疑 有什麼代溝 但是我們現在到 現在我們拍了 拍了很多天 你就是 一開始大家 不說話 他當你前輩又害怕 但是一不害怕你那時候 就 沒有中間 就是 好像 你先打你肚腩 那樣 對 沒有禮貌 就是類似年輕人 類似的 不是年輕的 但是 但是 但是相處了之後 但是 是他 是他 拍他 我覺得 代溝不是死症 其實 在相處那裏 原來我們說話 方式不同 我們以前 笑上一代一樣 他們笑我們 他們笑我們 我們 我們都是 前輩 前輩 就是前輩 我 分享就是 放心 你是下一代的年輕人 今天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